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来到这个塞浦路斯 叫做拉纳卡 在这里最著名的就是 这个耶稣从死里 叫这个拉萨路复活 后来然后他来到塞浦路斯 在这里牧养了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然后他 在拉萨路死了以后 应该说是第二次死了以后 把他葬在这个教会 这个大教堂的下面 后来他们把他的尸体 然后挪移了 但是在这里 这是确实是他也在 最后埋葬在这里 做信徒父母亲 很重要的 那就是要告诉孩子 亲自的告诉孩子 这个圣经的故事 不是要依靠这个主日学的老师 而是父母亲讲述这些故事 为什么主耶稣 然后跟拉萨路他们一家人这么好 为什么这个家人服侍主耶稣 使得耶稣对他非常的关心 这是信徒父母亲 我们也要常常来想到的 拉萨路一家跟主耶稣的关系 非常的亲密 我们的家也应该如此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